平和部落青年會把部落遷移史搬到舞台上 以戲劇方式呈現 不僅是部落文化記憶的傳承延續 在族語學習上也有很大的收穫 從以前我就很注重文化這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族語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甚至小孩子已經不說族語了 有這樣子可以讓大家學習族語的時間 是難能可貴的 那看到大家願意講族語 就是很大的進步 參賽隊伍分別有學生組跟社會組 200多名參賽者紛紛戲劇魂上升 冒足全力為團隊爭取榮耀 相公所今年特別鼓勵學校家庭跟部落 激發創意編寫戲劇腳本 而萬安部落青年會 不僅獲得社會組冠軍 更南瓜最佳劇本 當代青年想法跟以前老人家的觀念 以前的觀念不太一樣 傳統的觀念跟現在的觀念的衝突 然後要怎麼融合或者是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改變 可是我們最後的問題是丟給觀眾 對 因為這是每個人自己去想的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七個有不同的劇本 不管是傳統或者是現代的 或者是說以後的未來都有不一樣的劇本 這些劇本都跟我們族人有息息的相關 那這個在生活上這個族語的對話 這個繪畫或者是這個生智的解釋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太武鄉朗朗上口族語戲劇競賽邁入第六年 是屏東唯一辦理族語戲劇競賽的原鄉 太武鄉公所表示 希望透過情境式表演設計 讓族人累積深化語言文化的使用經驗 更帶動全面學習族語的風氣 以營造族語的友善環境 袁世宣歌手 屏東太武 採訪不到